应用能源管理系统的优点 通过架构化的方法 可以确认、监测及管理能源消耗 降低营运成本及能源支出 提供改善能源效率的解决方案 改善员工行为模式 以减少能源消耗 并有效提高生产力 达到改善企业绩效 为了目前或未来的要求 达到强制能源效率目标 并符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要求 建立并实现能源管理政策 将提升能源效率的观念 贯彻于企业文化中 能源管理系统 可以与延传的管理系统整合 提高管理效益 智能方案主要有结构智能 技术智能 管理智能 管理智能 是应用先进系统的管理方法 达到降低能源消耗 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推动管理智能 对实行能源管理是非常重要 管理智能的资金投入较少 可广泛应用于企业各个层面 当企业实行能源管理过程中 出现与政府产业政策不符合的情况 可能需要投入资金进行设备优化 以技术智能达到要求 应用智能技术的好处 采用智能技术 可以减少能源消耗 并可以通过减少排放 温室气体 或减少空气污染物 达到保护环境 透过采用智能技术 还可以提高能源的可靠性 及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靠 智能效果 会根据采用不同的系统 和技术类型 而有所不同 通过采用智能技术 可以节省约10%至50%的能源消耗 如何进行能源管理 建筑物的能源消耗 主要是用于运行各种楼与设备 或者系统 提高这些设备的能源效益 可以有效降低建筑能源消耗 协助建筑物和设备 节省营运成本 降低建筑物的能源消耗 需要物业管理者 用户或设施管理者的积极配合 通过制定能源管理计划 能有效地提高建筑物的能源效益 能源管理计划 是由一系列可提高能源效益的措施构 使建筑物的能源效益不断改善 例如采取一些简单的内部管理手则 实行调整房间空调系统的温度设定值 可以避免房间温度过低 当房间没有被洗用时 就要关闭照明和空调系统 都可以折省大量的能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